就約6年前 本拿比女童辛小禹的命案 在經過預審、聆訊和多次延誤之後 今日終於在卑斯最高法院開審 被控一級謀殺罪名的被告 在庭上否認控罪 鄭家榮報導 本拿比女童辛小禹命案發生至今接近6年 案件在案發隔年徵破 原定在2020年9月開庭 但因為疫情和陪審團的因選問題和排期的延誤 控辨雙方經過4年多 超過230次預審聆訊 才終於在今日在卑斯最高法院開審 根據法庭安排 案件由陪審團審訊 預計將持續到6月底左右 案發於2017年7月18日下午 當年13歲的新小禹離家外出 之後便音訊全無 在第二天凌晨 他的屍體就在本拿比中央公園一柱草叢被發現 警方在2018年9月7日 拘捕當年29歲來自敘利亞 私人擔保難民Ibrahim Ali 他被控一級謀殺罪 新時代電視鄭家榮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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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